前幾天 因為七夕的關係 有很多人在電腦推出買一送一的活動 剛好我也要去買晚餐 哇喔 有買一送一耶 就決定去排隊啦 結果就在排隊的時候 我前面排著一個30多歲的阿姨 手拿著Y66L的包包 排很炫耀的走路一定要把包包往前展示 絕對不當LOGO的樣子 等到她的時候 小姐喔 金軒有這個金字是不是比較高級的茶葉啊 嗯 那個小姐 金軒是我們茶樹的名字喔 有一種樹叫金軒 啊你們的那個茶齁 是跟隔壁的飲料店哪個比較便宜啊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飲料店的飲料都這麼個貴 嗯 那個小姐 還是你要去隔壁看一下也是可以喔 哇 這是什麼在網路上才會出現的問題啊 那你要跟我說啊 你們不是店員嗎 嗯 那個不好意思喔 我們今天是這個有買一送一 請問有需要嗎 那我就想問哪一個比較便宜啊 你是新來的喔 阿姨啊 你還真的要繼續說下去嗎 後面跟我要一起排隊的光紅肌肉猛男 我們稱之為巨石強生猛男 怎麼這位巨石強生猛男 你知道我後面狂念三字經了 你確定你還要繼續說下去嗎 你真的不怕他用他的光頭反射正中我的太陽光 賣射死嗎 阿姨啊 快點買 就在我覺得後面的巨石強生猛男 已經快要用他的光頭反射正中的太陽光的時候 想不到阿姨竟然突然開始刷狂 嘿啊 我都說了這麼多 你到底要不要回答啊 浪費我的時間啊 你們都害我精神衰弱 要不要多賠償我一個珍珠或者是野果啊 不然你可以幫我打兩個發票啊 這也是莫名其妙欸 一瞬間空氣突然安靜了 最後一個像是店長之類的人走過來 跟這位名牌包貴婦之無賴小姐說 活動就是一足也不能打兩個發票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就請你離開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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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等到我還在旁邊看戲的時候 結果背著Y-B-L的名牌包包阿姨 竟然有點哭腔的小聲的說 我想兩邊就好了謝謝 不要看到血量成河 就這樣 我在明明只有三個人的飲料店得到了歡笑 體驗到只有網路上才會出現的事情 還浪費真的要30分鐘 What 結果最後這個阿姨竟然點完就跑了 完全沒有奶飲料 我會不會有奶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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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有奶飲料